等我一下 小姐 先生 不好意思 我们快要打烊了 我不管 我不管 给我你们最大的钻戒 我要对戒 瑶瑶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我们之间 会发生那么多 那么多事情 因为我始终没有 送过美婚戒 让我们忘记那些 不愉快的事情 这是我一生中的 唯一一次准备的婚节 你就当做是我第一次 跟你仇婚好了 瑶瑶 炸哥 如果你承择 好不好吗 需要一个拥抱 我会在哪个身为我的角落 你居然向他求婚 骗子 一直都在骗我 宋婚 向辉 你回来了 哥跟嫂子带着妈出去转转 所以说让我留下来照顾宝宝了 来 我来 哎 彪彪 你饿不饿 要不要出去吃点东西 我不饿 孩子吃了吗 他已经吃过了 你看他玩得多开心 是不是 开不开心啊 小慧 这个世界上除了你 还有谁会对宝宝这么好 芽芽 你别担心了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再也不会丢下你和宝宝了 可惜啊 一切都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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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长 清长 你吓死我呀 薛逸 是你啊 干嘛杀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和宇齐欺负你啊 不是 不是的 那就好 其实呢 我觉得他应该在这个家 也待不了多久 但就不知道 火儿跟他 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 所以一时八过的 没办法跟他搬连 我知道 不是因为他薛逸 你放心吧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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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利 advanced 潘雨晴 你发什么疯了 潘雨晴 你发什么疯了 对 我就是疯了 应该就对 我都是被你儿子逼疯的 余晰晰 余晰晰 余晰晰晰 回来啊 晓晰 没事吧 我知道你们两个看不上 你们两个看我不顺眼 你们想让我滚出这个家是吧 你们别做梦了 我不会走的 我还跟刘伟结婚 我们会一辈子在一起的 你们等着看吧你们 陆琦 你在干什么 我在干什么 我们你在干什么 新浪官回来了 我让你看看 我能干什么 我让你看看 我让你看看 你不是要结婚吗 我让你跟毛利亚人结婚 你不是要结婚吗 余晰 你闹够了没有 我永远都不会闹够的 刘伙 你为了保住毛芽芽 你欺骗了我 现在你又被我急待地去偷情 你个大骗子 你欺骗了我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都能看见了 你都看见了 你看见了 你看见了也好 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 我根本没有办法跟你结婚 我心里面就有毛芽芽一个人 刘伟 你看见了 你怎么会失望 没有 刘霍 原来这些日子 你被这个女人牵着鼻子走 你为的全部都是毛鸭鸭 你是想要气死我吗 妈 你别这样了 我真的很爱很爱鸭鸭 我不能够没有她 你理解我这一次好吗 不行 我绝不会答应你的 之前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你会爱毛鸭鸭一辈子 我看你的一片痴心 我让你们在一起 我让你们结婚 我理解你 结果呢 你们白头到老了吗 你们在一起了吗 你们现在在一起了吗 凭什么让我再理解你 还让我理解你 你为什么这么没有骨气 你自己的条件这么优越 你为什么偏偏要去喜欢一个 带着孩子过来的女人呢 你为什么脑子这么不清醒呢 妈 妈 你看 我已经再一次跟鸭鸭求婚了 她也答应你 我们从头到尾都深爱着对方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刘虚 你不是说你爱我吗 你不是说你爱我吗 你告诉我 她说你爱我吗 你不是说你真爱我吗 曹雨昕 曹雨昕 我们之前有过很美好的回忆 虽然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但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认识你 可是有些事情的发生就是发生的 就算是因为误解而发生的悲剧 它还是发生的 我们都没有办法欺骗自己的感情 我们都没有办法欺骗自己的感情 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结婚 欠你的你让我拿什么还都可以 但就是爱情不行 对不起 你理解我好吗 我没有什么理解你 你不知道我爱你们留话 我爱你 许家怎么回事 天天这么吵这么闹的 还到时候让我们休息了 顺人 要把房子拆了吗 我跟你们说啊 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我得投诉他们 我马上给他们物管办打电话 喂 物管办吗 你马上先回去 李主任我跟你说啊 我们可不是给您找麻烦 就他们家 天天吵 白天吵晚上吵的 这实在受不了了让人 您不知道吗 他们家的儿子 这第一个老婆离婚带儿子刚走 这第二个马上就到了 这跟薛姐相处的也不好 闹的呀真没辙了 行了行了 二位看我了还不好吗 咱们都是街里街坊的 咱们得和平共处 互相都得谦让着点 你们放心 这件事情我一定处理好 好吧 刘霍 你向他们保证 以后不扰民了 不好意思 怎么样二位 要没什么事 咱们就散散吧 那行了您都费心了 谢谢李主任 谢谢您了 没说的 安心吧 咱们也散散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